关于这个4万到6万左右这个价格区间 我认为有三款车是性价比最高的 一个是奔奔 一个是牛牛 再就是零捧零存 这三款车 无论是从动力上来讲 还有这个续航 还有价位上来讲 那都是性价比 我认为是最高的三款 奔奔肯定是39,800位 是性价比最好的 续航也能达到 标筹是300公里 然后实测他们也都是267都可以跑得到 然后动力上 靠下13秒多可以达到100公里 那跑T03就是续航最高了 400公里 价位也是6万块钱 然后动力 就是整个车的这个提速 各方面都非常的轻敖 提速也在12秒以内 那牛牛就是 比较扎实 这就相当于一个SUV的外观 然后续航也能达到322嘛 比较长 然后动力 应该是这三个里边 相对应该是最强的 但是由于它的车比较重 它没有跑到200块 但现在还没有人测过 但是0到50应该是还是很快的 说完说完 我认为这三款车 尤其是奔奔 这个卖这个车 基本上是不太正确 因为它这个电池 尤其是三元的电池 现在一度电都在1000多块钱 然后它是30 奔奔是30度的电池 光是电池的成本 就得3万元左右 再加上电机 轮胎 悬挂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些车 可能是他们 这个车企更看重的 就是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对他们来说 相对比较重要 有了解这个积分的作用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聊一下 我们沟通一下 那你像你这个50红光 mini EV 这个车 大概高费39800那款 电池也只有十几度电 续航170公里 那这个车 可能是有一定的利润的 还可以涨钱的 但是奔奔的 奔奔这个车 确实是利润 非常非常的少 甚至可能真的不挣钱 那这两天有网友 不断的问我 四号啊 黑猫啊 还有这个 哪吒威 这些车怎么样 那这个外观和内饰 可能会有一些亮点吧 亮点的地方 但是这个再好看 也有看腻的一天 我认为这种小车呢 最关键的就是一个 它的这个操控的灵活性 还有这个驾驶的乐趣 这种小车的驾驶乐趣 其实是非常好的 它的这个轻巧在城市里面穿梭的这种感觉 是非常非常珍贵 非常重要的 再就是后期的一个使用 还只要省心 是吧 那个坏的概率小 这个才是最关键 最长远的一个 零跑T03和奔奔 那个142 这我这两个车我都开广 零跑T03就是那种非常轻快 非常灵巧的一辆车 但是这个提速也是很快的 有一点点那个推背感的 但是底盘确实没有什么厚重感啊 本身这个车就比较轻 就是比较单薄的一种感觉 然后奔奔的主要是便宜嘛 然后提速也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点提速感的 然后续航也能达到 250公里左右一个续航 它奔奔的底盘 就稍微有一点点厚重感 然后提速也是稍微缓 缓慢一些 没有那么轻快的感觉 所以这两辆车我认为是 因为牛牛现在还没试驾过 我估计牛牛的驾驶 乐趣应该会在这两个车之上 那么也很期待到时候 这辆车到了以后 赶紧去试一下 赶紧去试一下